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件瓷器 这两件瓷器的器型都叫做冒筒 但是这两件冒筒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它跟普通的冒筒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冒筒的起源年代 认为冒筒起源于嘉庆时期 也就是清中期偏后 这两件冒筒是什么年代的呢 这个是晚清的 这个是民国早期的 也可以说晚清民国早期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一件 大家看这一件冒筒的造型 外形仿照 竹子的外形做的 然后这个画片 这是莲花荷花 这是仓录 这个寓意叫竹抱平安 一路连科 然后跟大家说这件冒筒的工艺 不同于其他的冒筒 在哪地方呢 大家看啊 这个冒筒这是古出来的 大家看了没有 这叫雕瓷的冒筒 雕瓷的冒筒 其中呢 雕瓷大师是王炳荣 但是咱们这件不是 但是这件呢 也做工非常的精致 这是文物商店老库出的东西 黄幼 雕瓷一路连科 竹抱平安的冒筒 大家再看这件冒筒 这件冒筒画的画片啊 这个一般藏友都认识 画的是太师少师 它的寓意呢 叫太师少师 太师少保 但是它也有一个特点 大家看它身上有孔 这叫镂空的冒筒 其中这个镂空的冒筒 知识点呢 有一个 大家看它这个孔比较小 一般小孔的都在晚清民国早期出现 大孔的年代要比小孔的早 很多藏友会问 说这件是红狮子冒筒吗 我跟大家说 按照古文行的观点来说 这叫二黄狮子冒筒 它不是纯红 是二黄狮子冒筒 画的非常精致 大家看它的绒毛 这是一个镂空 大底的冒筒 大底 大家看它的内部 我们先整体粗略看一下啊 咱们每期视频的最后呢 都会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让大家看一下 它们细节的地方 再看它的口言 口言是苗金 由于狮子瓷器的画片呢 它这个寓意非常好 太师少师 太师少保 未尊荣 有做官的意思 这个很多藏友呢 都非常的喜欢 很受藏友的欢迎 而且好多一些精品的狮子瓷器 是一票难求的 咱们说到这个狮子瓷器 我再给大家扩展一点 这个狮子瓷器啊 红狮子瓷器 是最常见的 其次呢 是二黄狮子 二黄狮子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偏黄 它不是纯黄 还有黄狮子 除了这里以外呢 还有黑狮子 蓝狮子 五彩狮子 等等 其中黑狮子比较少见 最近有很多粉丝 后台留言问我 说这个瓷器收藏的路 应该怎么走 我跟大家说啊 这个瓷器收藏 跟我们做其他事情 是一样的 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在刚开始我们不太懂的时候呢 要从基础的玩起 如果你懂了以后呢 要自己逐步提高自己的见证能力 不要远离踏步 比如说你今年玩这些比较普的 明年你还玩这些比较普的 后年你还玩这些比较普的 你这个收藏路走的是偏差是不对的 要学会提高自己的见证能力 提高自己藏品的精品度 不要总是说上来就说洗字冠 今年洗字冠 明年洗字冠 后年还是洗字冠 这种藏友大有人赞 我跟大家说 你发现你玩十年之后 你还是洗字冠 其实你没有什么进步 最后我们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详细的看一下这两件冒筒的细节地方 我再给大家描述一下 首先我们看左边这件雕瓷 大家看它的工艺 它的化工 然后看它的胎质 这种东西防品很多 大家再看一下这件瓷器的底部 这叫胎毒干老 非常的自然 看它的工艺 化工 这是档次非常高的一件 非常的沉重 我们再看另一件 镂空狮子的 我们看它的化工 它的绒毛的地方 这样给大家展示出来呢 有心的藏友会很容易学到知识 看一下口言这个地方 之前也有很多藏友问我什么叫反铅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瓷器有反铅的有不反铅的 大家看到这个狮子眼睛了吗 这都叫反铅 看 这个地方 有心的藏友自己总结学习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 这是原汁原味被清理 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只讲干货收藏知识 不讲简陋古玩故事的小坤 如果您爱好老瓷器 喜欢老瓷器的话 别忘了点点爱心和关注 感谢您的欣赏支持 感谢您的欣赏支持